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大刑 中文字幕提供 大刑 天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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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自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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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那一佛 上师融入了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所讲的内容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端住这个嗔恨心的心意 你必须要断除嗔恨心的来源 如果没有断除嗔恨心的这种根 那表面上我们断除嗔恨心的一些形象 或者所缘 也是决定不了的 从此当中这样讲的 譬如五召火 燃及他踏舞时 离当树以己 烛火蔓延潮 他这是寂天菩萨通过一个非常 贴切形象的这种神动的比喻来说明了 就是我们这个嗔恨心的根源 首先要拔掉 首先必须认识他 认识他之后跟住他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有些房屋造火了 造火之后大家都应该清楚 如果这个火还趋向于燃烧 其他的一些房屋 大烧 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人们通过智慧来观察之后 就是立即将容易燃烧的这些燃料 马上去开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间屋子造火了以后 它旁边还有几间屋子 那么如果这一间屋子实在是没办法 它的烈火 没办法制止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为了救护其他的房屋 中间的这些草 木材 板子 以及其他的一些仪器等等事物 立即不管是它的价值多么昂贵 不管是它是怎么样贵重的物品 但是人们为了抢救 其他的这种房屋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东西 就把中间的这些草物 蔓延烈火的一切事物全部摒除 全部弄开 这也是很快的世间当中 都会这样做的 在买开掌路人战区上的下一个这 participant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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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有这么一个比喻来说明是什么呢 如是心所贪 能诅成火门 虑或少得我 因其延其必 那么同样的道理 首先我们心所贪著的这些事物 实际上它是能助长嗔恨火焰的一种 嗔恨烈火蔓延的一种事物了 所以我们考虑到这样的烈火 能烧尽我们多生累劫所积累的这些功德的财产 或者是房屋 所以人们用最快的速度 用最好的方法来 就是将把首先自己所贪爱的事物 所贪爱的事物也可以 人力也可以 那么所贪爱的对境 首先抛开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世间上的这些人 谁都不愿意在自相续当中有着很大的嗔恨心 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 也在分析过 不管是学佛的人 没有学佛的人 很多人愿意自己 变成一个比较柔和的人 不要变成脾气特别大的人 可是有时候 这种因缘现前的时候 实在没办法的 实在没办法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生嗔恨心的这个因 就像是这个烈火 依靠什么样来燃烧呢 就是有了许多的干材 有很多的燃料瓶 那么一照火以后 突然爆发的 这是一种因缘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上的这些人们 首先说 耽著自己的我和我所 那就是嗔恨自然而然会起的 所以说 我们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包括自己的身体 生命 以及自己的地位 名声 我和我所是嗔恨的来源 这一点恐怕有些道友 以前都是不一定了解过 虽然在《诗量论》等 有关一些论典里面说是 所谓的嗔恨心 依靠不悦意的对境而产生的 所谓的贪心 依靠悦意的对境而产生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好像嗔恨心的形象和所缘 贪心和诚心的形象和所缘 是踏体的 不相同的 但是它们的来源 应该说全部是 按照《诗量论》的观点 也是以无名我执和撒迦意见 依靠这样的我和我所知 又产生了贪心 又产生了嗔恨心 嗔恨心的来源 应该说是这样的贪执 如果我们对亲人的贪执也没有 对我所的贪执也没有 对我这种贪恋 执着没有的话 那么依靠什么而起嗔恨心 我说你也比太厉害 我借此 我们在加密全席然后你重消灯 流服人 Ils叧赢 为你学校 东西 菜 我天� » 你 快 被保 wollen 那又 dropped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说 修成熟痛苦之安忍 因为有三大安忍当中 就是修成熟痛苦之安忍 如比败杀者断除祸解脱 若以修行苦离欲弃非善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么想的 断除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这种来源 或者说别人对我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要修安忍的话 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别人见我进行加害的时候 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或者说我要远离我自己的亲朋好友 因为刚才说是贪执的对境 亲朋好友就是嗔恨的来源嘛 那么我要割舍 或者抛开所有的亲友 所有的这些与我贪执的对境 那这是现在对我来讲 是非常苦恼的事情 很痛苦的事情 恐怕有一定的困难吧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的 那么寂天论师回答说 这种痛苦真的与来世地狱的痛苦 或者说我们来世恶贵的这些痛苦 想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人间的你离开亲友 或者是别人进行侮辱的时候 你对他修安忍的 这样的这种痛苦 并不是很大的了 应该说这种痛苦是很轻的 应该值得我们修这种痛苦来 断除堕入大地狱的这种痛苦 文明圣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里也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有些人在国家当中犯了死罪的 已经判了死刑 处于在陷雨 老雨当中的 非常可怜的有些囚犯 这种人 法官对他已经判了死刑 那么当他判死刑的时候 当然这个人心里面的这种恐怖和绝望 就是难以言表 这是非常的痛苦 恐怕我们有些人也看见过 听见过一些人 处于死刑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就非常的伤心 悲哀 那么他如果其他某种方便方法来 不用处罚死刑 而是通过他的断除什么手脚 或者说戈耳朵 以前在古人的一些心法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残酷的手段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他的肢体来换成他重新的这种生活 那么这个人的心里是什么样呢 大家都应该可以 顾名师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他肯定幻天悉地 欢喜如狂 因为他认为 原来在这个世间当中 很快就要离开的 可是后来只要看断他的一只手 一定有存活的机会了 那么这样以后 他愿不愿意认受呢 一定会是愿意认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些人不行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痛苦 比如说远离亲朋好友 或者是别人对我进行侮辱的时候的 这种安忍的痛苦 那么安忍的时候 的确是也有点痛苦 你看别人跟你说得特别厉害的时候 我要想给他道歉 或者是有时候平贷无故地打我 说我的时候我还要向他道歉 有时候实在有点难说 这也是一种苦心 这种苦心和 还有远离亲朋好友的这些苦心 我们有些人认为 这是实在是男人吧 这样认为的话 那么就是说 我们如今人间的这些 微不足道的微小的苦 如果你倒是不能如是地忍 安忍 如果你这个不能安忍的话 那么世间上 现在我们人间的这种痛苦 远远都无法相比的 这种地狱和恶贵的痛苦 你是怎么会认呢 你如果不能安忍的话 你为什么现在要 去伤恨心的意思 他这里面也有一些 翻语的意思 从凡方面来进行 反驳我们的协制协念 我们自己到身边 我现在修安忍很困难的 我实在忍不了 没办法 有些人说 我跟道友的关系 永远要修安忍的话 那很困难的 我这个是受不了的 那你如果受不了 你地狱的这种痛苦能够受得了吗 而且这个的确是很困难的 我们在龙龙菩萨的 《亲友书》当中也讲了 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上 有一百个三百段毛 吃上你身体的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的百分千分万分 也不能比地狱当中最轻的 复活地狱的这种痛苦 那么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痛苦 我们世间当中 可能最痛苦的就是关在监狱当中 或者说我们病得最严重的这种痛苦 算是世间当中最大的痛苦 可是地狱的这种痛苦 那远远都已经超过了它了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 这么样的痛苦都不能忍受的话 那么将来你真正堕入到地狱当中的这种痛苦 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难忍 因此你一方面 现在要观修地狱 饿鬼 旁生的痛苦 另一方面 尽量不要造 堕入地狱的这种痛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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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в 谢谢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意思就是说 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 在轮回当中为了得到妙语的目标 而生起嗔恨心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 得名声 得财富等等 自己得到的 也是有一种贪欲的成分 然后得到妙语 而生起嗔恨心 生起嗔恨心以后 翻翻覆覆覆 呈现上万次 堕入到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 但我们堕入到热地狱的时候 当然在铁地上燃烧 或者用铁弹来进行铲割 已经受了无数的煎恶痛苦 如果堕入到汉地狱的时候 那么在汉风雨淋当中也是受苦的 还有一些饿鬼和旁生戒当中 也受到饥饿 饮食等各种痛苦的 但是在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 我们受了 保存了无数无边的痛苦 可是这些痛苦如果用得上 有一点意义的话 那么我们也心甘情愿 应该为上不可的 可是这些痛苦 无始以来到现在 所感受的这些痛苦 对我的今生来世 对众生的今生来世 有没有意义呢 的确是没有的 佛陀有关教言当中也是讲了 然后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 遇到不悦意的堆积 而哭泣的眼泪 如果现在几千 比似大海洋还多的 然后我们当变成了一些小的蚂蚁 或者小的一些虫类的肢体 如果堆积在一个地方 也远远超过虚弥山 所以在无边的轮回生涯当中 虽然我们已经感受过 千辛万苦 但是有没有一种示好戏的意义呢 一定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 要做一种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到 从无始以来的现在 在轮回当中漂泊的过程 有天眼的人 或者有寿命通的人 如果真正能了解 那么就非常的可怕 当我们世间当中 受过转轮网 所有的暗路 也是一定都品尝过 那当我们堕入这个机遇 然后引用燃烧的铁水等等 所有的痛苦 也都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我们就像《词弟子书》等有关经书里面 有关论典里面所讲的那样 如果我们真的一个人 知道自己的前世 那么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是非常的害怕 不敢轻易地 安闲地坐着的 每天都是一定会 精精努力地修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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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